知名投资家被誉为新兴市场教父的麦普斯 Mark Mobius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他无法将其在上海的资金转移到境外 他还警告投资者在投资于新兴经济体时 要非常非常谨慎 对此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外管局 周一晚间回应时表示 有关市场人士对银行办理其个人资金 汇出业务存在疑问 经了解相关业务属于银行 在办理具体业务中的基本流程 和内控要求 外管局并称 中国资金跨境会出入政策没有任何变化 将一如既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同时指导和督促商业银行 优化跨境金融服务 提升服务水平 对此近日 汇丰中国相关发言人 对美日经济新闻记者则表示 我们无法就客户的情况发表评论 但需要澄清的是 我行未收到来自中国监管部门 关于限制资金会出的任何要求 也未获悉中国政府在跨境资金会出方面 近期有任何政策变化 与各国情况类似 商业银行业务办理 需要遵循一定流程和内控要求 据悉 其转出的资金与QFII资金无关 为银行的个人一般账户 资金出境存在相关风控流程的要求 麦普斯是新兴市场投资界的著名人物 在富兰克林邓普顿 Franklin Templeton的新兴市场团队工作了30年 并多次表示对中国股市的看好 他于2018年1月退休后 创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Mobius Capital Partners 并继续关注新兴市场 他曾在2020年11月表示 在全球央行放水背景下 现在是买入中国股票最好的时机 麦普斯表示 账户内的资金是出售上海物业所得 3月7日 麦普斯回复媒体称 看来问题已经解决 但未透露具体情况 在我们继续关注新兴市场上 完成了